一折青山,一扇平,一弯碧水,一条旗 今天推荐一个杭州附近的神仙地方,铜炉县 这里距离杭州市区80多公里 让你一小时就能体验乾塘江上游,复春江段的秀美山水 首先,我们来到距离县城12公里的严子林吊台景区乘坐游船 从严子林吊台至紫旭渡口称子林峡 是复春江小三峡中环境最优深,风景最秀丽的一个峡谷 清代诗人,留四晚,有诗云 一折青山,一扇平,一弯碧水,一条旗 无声诗与有声话,续在铜炉江上寻 在江上行驶过最美的这段路程后 游船会向回航行来到第一个停靠点 就是提着严子林吊台天下第一关几个字的地方 这里的长廊内陈列着从古至今 文人默克,书法家提词的碑文尽百座 可以慢慢地欣赏 你也可以登上这里的山顶,不看周围的江景 不过江景我都拍好给大家看了 今天遭遇大雨,我就不上去了 游轮的最后一站是出发点对面的江南龙门湾 这里是傅春江支流大圆溪的路 可以看到水流的汇河处有明显的天然分界线 水湾里的峡谷是傅春江最美的地带之一 你也可以乘坐小船,慢慢飘游在峡谷里 静静欣赏这里的美景